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现在是11月21号晚上7点15分 文贵在这里报平安直播 有点晚了 一个是上午咱们的郭媒体的网络还不稳定 昨天因为新闻发布会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APP 还有这个网络版都被黑客给黑他了 而且是这个黑客是前所未有的 是几百亿次几百亿次的攻击 那么这个攻击也引起了美国以及西方高度关注 就知道中国的这个高端黑客 是什么样本质了什么水平了 很搞笑啊 所以说咱就成了白老鼠了 老师让你再给试一下试一下的 关于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我一个都给大家解释啊 我今天我给所有的记者说 几个月以前 我见过一个讲中文流利的美国朋友 到中国亚洲转了一圈 这是个高官员 而且留到中国官员最高级的期待 包括王岐山还见了他 习近平先生也见了他 这个朋友呢在亚洲中国 包括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 到处都拿着我的这个视频 哎服务员你认这个人吗 官员你认这个人吗 他说郭先生你告诉我 你认为多少人知道你 我说50%到60% 他说百分之百 我说另外一个 这位朋友对了很多看法 包括中国金融经济政府各种形态 回来以后 他说郭先生你怎么来 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反共大联盟 你怎么看待 美国在这个当中的角色 你怎么看待你认为这些反腐 这个世界上都认为反腐运动都是对的 为什么你要记着人说话 你为什么认为这些私人企业家 抓起来是冤枉的 私人企业都腐败了 为什么你认为要抓他是冤枉的 我说我各位记者 你知道我跟这位朋友说什么吗 我说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说我问你一件事情 所有的被抓这些官员 我说我告诉你张扬 作为解放军最重要的一个将军 三星将军 在2014年的时候 我见一位美国官 我不是说那个部门了 我刚才我给他说那个部门了 我见他说我告诉你 张扬 黄峰辉 都有可能会跟你美国人一起合作 干掉共产党 你应该写报告 我这位官员回去后再美国回复 后来黄峰辉还访问 跟习近平主席访问马拉格 还见川普总统 还问了当时的马提斯部长 你愿意跟什么部队作战 他说我愿意跟美国做过 只训练不打仗就在讲 我说他要到你美国来 你说什么概念 张扬作为一个政治部主任 跟习近平先生 从小一起都是朋友 家族无关系 你想他到美国什么关系 我说但是 张扬的家人和他的同事 多个自杀 也有可能是被杀 黄峰辉回家人 多个被杀 多个自杀 从人性上来讲 由于你们的失误 没有拯救他 从战略上讲 你失去了最好的战略伙伴关系 我说这一切的事情的起源 我说我告诉你 我让你说一说 中国在过去 你救过的一个人叫陈光诚 是民主民运人士 美国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多少的精力 陈光诚给你美国带来了什么 在陈光诚事件前后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件 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分水岭 叫王立军 王立军跑到了重庆的 美国领事馆 最后你把他拒之一门外 我说你知道他家 有多少人和同事被杀 没有人关心 王立军的两个女朋友 全是在房间里边 所谓自杀 我绝不相信 我没有证据 我绝不相信 王立军的跟别人的师生子女 全部是跳江刺杀 我也不相信 王立军的所有的钱财 都去了哪里 没有一分钱进中纪委 包括他收藏的所有的 世界各地的所谓的法器 跟法律有关系的历史的东西的古董 都去了哪里 我这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你告诉了所有共产党员 任何一个官员 只要到美国寻求庇护 一定是不可以的 据之以万里之外 灭掉了0.00亿的希望 从那天以后 再也没有中共的官员 敢到你美国来投诚 和寻求庇护 这就像当年中国演艺界 出来的刘晓庆一样 刘晓庆敢不给我睡觉 就要进监狱 查他的税 从那以后 没有敢一个围起人 敢反对共产党 敢不跟共产党睡觉 一样 王立军事件 让所有的全世界 全中国人看到 到美国那投诚 你会被送给一个政府去 你家人会被奸 会被杀 会被自杀 会被投降 所有财产 一扫二斤 我说这件事情 对美国的影响 那不是一个数 一个形容能做得到的 你们为什么会救陈光诚 当然我希望救陈光诚 我也跟他无仇无缘 当然救他 你能救陈光诚 为什么能救王立军 所有今天政府给出的解释 都是苍白的 无力的 可能王立军你救了 就没有共产党 今天对你美国的 这种渗透蓝金王 所有人 鼓掌 对对 我说我们今天的基金 要干什么 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家人 和私人企业家 所有人 不能像过去这六年这八年 他们无门可求 无门可救 无希望 只有被共产党 杀 奸 被自杀 被强奸 被恶夺 我们给他一线希望 我说你们关心的安邦 你们关心的叶简明 你们关心的万党 你们关心的所有的 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命运 如果他有一个地方 能去说话 他会轮到这下场 我说我问你们朋友们 如果这些人 他说他们要真腐败真贪污 我说腐败贪污 只要是依法审判 有媒体监督 让他有说话的机会 为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 谁腐败 谁犯罪都应该被审 在哪个都被审 但是他的审判 公平吗 公正吗 透明吗 有监督吗 我说你把所有 抓起来私人企业家 让面对你们记者说 你可以自由地讲话 你看他讲的答案 和他判决的答案 和他在庭审 一定是百分之百不一样 我问所有的媒体 为什么中国要有一个 国际刑警组织的 主席孟宏伟 我说很简单 谁敢说实话 谁敢到美国西方去求救 我可以把你抓回来 我可以你发红通 为什么网络控制 只要你敢说实话 我就把你抓起来 为什么要百分之媒体控制 因为你必须按照 我需要说的去说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你怕别人说 你做什么亏心事 你怕别人到外国去求救 我说这就是中国最根本的原因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去了解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到底是什么任务 你不去了解 他为什么网络控制 你不去了解 中国为什么媒体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 新疆一百多万人被关了 这是为什么西藏 那么多人被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 那么多私人企业家的家人 全自杀了 所谓被自杀了 为什么海航玩家 拍照死 没人说话 卡索基 还有这个俄罗斯妇女 在伦敦被杀 全世界都是一塌糊涂的场 这就是原因 你们是作恶者 今天共产党是第一大最后会手 美国觉得是第一 第一大大最后会手 你们纵容他 你们把美国这个门关得死死的 给正常需要保护的 和一线效应没有 共产党的官和企业家被抓 第一件事 你要想 找美国 谁能救你 这个地球谁能救你 我的原本被抓起来 谁能救你 国际被马上就签网了 你看个谁谁都被签网了 我们是国际人主义 所有钱都被封了 谁还敢不说 让我干啥我干啥 我是国际人主义